大家看,为什么茶花每个枝头都能长四五个花苞出来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接下来大家记住一下三点 大家的茶花也可以长这么多花苞 第一个就是多晒太阳 一定要给它晒煮阳光 第二个就是适当控水 每次浇水的时候等到土壤干一点再给它浇水 第三个也就是基地里面最常用的 这种红色快速开花粉 这种红色快速开花粉 它的浓度高吸收快 大家也想要的话 现在已经做成了这种小包装 点视频左下方商品 给大家买两瓶发三瓶 我们具体怎么使用呢 我们只要等到这个茶花需要浇水的时候 用上一小勺对六斤的精水来给它浇灌根部 给它慢慢的浇 让它完全的吸收浇透 同时给它喷洒叶片 让它能够更好的吸收这种快速开花营养 接下来我们多用几次 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茶花开始不停的冒花包 这种红色的快速开花粉除了茶花可以用之外 家里面的所有开花植物都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锈球 茶花 三角莓 蟹爪栏 长寿花 月季等所有开花植物都可以用 刚才做花在funded 仲